一名老妇人 骑车到一半 突然违规左转 后方的汽车驾驶闪避不及 直接撞了上去 妇人送医之后不治 而另外一起车祸发生在桃园 一台油污车右转的时候 后方妇人来不及反应 撞了上去 受到重伤 进入口 原本好端端地骑在路上 没想到下一秒没有带转 突然内切 想要左转 后方执行的银色修路车 闪避不及 拦腰撞上 事发在花莲 新城乡 台九县光复路和明泉街口 二十二号下午 八十岁的送信老妇人 骑机车行进入口时 违规左转 结果被后方的休旅车撞上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还是炫告不治 到来现场之后 发现患者已经创伤欧卡 创伤欧卡之后 我们立即帮他做于急救处事CPR 同样因为转弯 发生车祸的还有桃园凭证 二十三号下午 油污车行进中风路准备右转时 后方执行的六十八岁料行妇人来不及反应 直接猛力撞上油污车 妇女虽然在现场失去生命真相 所幸送医急救后 已恢复心跳 经过检测 两起车祸 朝时驾驶都没有酒驾 警方则提醒 开车 骑车一定要注意路况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 最后报道